這次法國他們展示的新武器 他們我們都認為 像這種巡弋飛彈 這種高科技的產品 一定只有美國俄羅斯玩得起 對不對 它也有 對 其實像法國也有 對 你看 像我們現在要介紹 馬上就介紹這個神經元 這個無人機 Neuron 這個神經元這個飛機 它其實你可以看 看到它的外型 大家會發現 它跟美國的B2轟炸機 或X4GB非常的像 有像 像轟雨 像飛碟那種感覺 因為他們其實這個飛機 經過美國他們那時候 一連串的測試以後 他們發現B2 因為它這本身是一個 飛行翼的造型 我們稱為叫Flying Wing Flying Wing它本身 其實對於這種空氣的 那個減阻啊 阻力啊 都可以降到最低 另外呢 它其實本身 飛機另外它在 那個做逆蹤上面來講 一片這樣一個飛行翼 其實對於逆蹤的效果 其實基本上來說 也是最好的 因為畢竟你 如果只有一個飛行翼 上下這樣兩片 結合在一起 當然你會有一些 中央的這個 飛機的這個結構 但是相對來說 也像神經元這樣飛機 它的這個外型 它本身這個逆蹤的外型 就相當的先進 逆蹤效果非常好 跟美國X47P來講 那個毫不遜色 設計的部分 另外呢 它其實它大量 使用到一些複合材料 然後這些複合材料呢 其實相對來說 也可以降低 它被這種 就是雷達波 偵測的那個 發現的機率 那另外它其實表面 也有涂有這種 那個就是 吸收雷達波 這些塗料啊 所以整體來說 它的逆蹤性能 我個人相信 應該是相當的優異的 然後再加上 它因為本身的 這個飛機的外型的設計 而且它這個東西 設計以後 你可以看到 不會非常非常非常的複雜 另外它其實呢 也具有這個飛機 很好的這個內載 也就是它可以把一些 包括像空對地的 這個導引的 這些武器等等 都內載到飛機裡面 所以未來的世界 這個戰鬥的這種情況呢 你看就可以看到 由有人的戰機 去指揮導引 這種無人戰機 或甚至由地面 直接導引這個無人戰機 進入敵方境內以後 發射這種 精準導引武器 甚至這種精準導引武器 還有可能 是類似像巡翼飛彈 像這樣一個東西 等於說 我這樣巡翼飛彈 或我這樣一個飛彈 直接透過這樣的無人機 載到敵人的這個領土裡面 而且呢 在進敵人的領土 領空裡面 這個飛機本身還是逆中的 你要發現我就已經很困難 我可以在你不知不覺之中 用一個無人機 飛到你家裡面 然後丟下炸彈 然後飛走 這個就是它 整個研發 X47B 研發神經源 精準又審成本 對 最主要就是人命 我覺得其實 以現在來講 大家講了無人機 最大最大的期望 就是希望能夠降低人命的這個喪失 愛